来看今天的头条新闻 9月21号上午 中共中央宣传部 举行中国这十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中央台办副主任陈元峰 介绍了党的十八大以来 对台工作和两岸关系发展情况 中央台办宣传局局长 新闻发言人马晓光 中央台办研究局局长邱开明 中央台办宣传局副局长 新闻发言人朱凤莲 共同出席发布会 并回答记者提问 发布会内容也引发岛内高度关注 请看详细报道 马晓光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指出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 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 也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 和平统一后 一国两制在台湾的具体实现形式 会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 会充分吸收两岸各界意见和建议 会充分照顾到台湾同胞利益和感情 按照一国两制 实现两岸和平统一 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 和广大台湾同胞 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马晓光指出 两岸统一后 台湾可以实行不同于祖国大陆的社会制度 在确保国家主权 安全 发展利益的前提下 台湾同胞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等 将得到充分尊重 台湾同胞的私人财产 宗教信仰 合法权益 将得到充分保障 邱开明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指出 当前台海局势更趋复杂严峻 岛内绿化趋势明显上升 尽管当前台海形势严峻复杂 面临多重挑战 但是我们对于解决台湾问题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 既有战略定力和历史耐心 也充满自信 邱开明指出 这份信心来自国家发展进步 来自道义的力量 来自人民的力量 更来自文化的力量 搞台独分裂 抗拒统一 根本过不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这一关 也根本过不了中国十四亿多人民的决心和意志这一关 是绝对不可能得逞的 朱凤莲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指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们会同各地区各部门 认真贯彻落史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 不断拓展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 增进两岸同胞亲情福祉 为两岸关系发展增添了强劲内在动力 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 两岸同胞要交流 要合作 要发展的理念深入人心 两岸大交流格局坚实稳固 两岸人民往来和各领域交流不断扩大 已经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的交流格局 第二 同等待遇政策不断深化细化 助力更多台湾同胞来大陆追梦 助梦 圆梦 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在大陆找到了发展舞台 第三 两岸社会文化融合发展不断深化 新时代新征程带来两岸同胞心灵气和新气象 第四 基层民众和青年群体已经成为两岸交流的主力军 后执两岸关系发展的社会基础和前进动力 台媒也高度关注本次发布会 台湾官方通讯社21号以反独反外部势力成为主旋律为题进行报道 称此次发布会是二十大前的宣传系列记者会之一 反独反外部势力勾连成为这场发布会的主旋律 台湾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荣誉教授赵春山受访时表示 发布会的谈话仍以和平统一为主轴 赵春山总结了这十天大陆对台政策的特征 硬的更硬 软的更软 硬的部分 大陆不断对民进党施压 包括军事 外事与经济作为 软的方面对于统一后带给台湾民众的好处 说法更为具体与详细